杂草丛生的山壁之上 黑影诡异浮现 全身都包裹在黑色斗篷之下 乃至于寻常人根本连他视男视女都分辨不出来 只有这那一对近乎漠然的目光 从斗篷中射出 毫无情感地望着谷中三人 萧嫣三人这个时候也愣住了 微眯着眸子望了那道黑影一眼 萧嫣的灵魂力量闪电般地扩散而出 然而片刻之后 他却微皱起了眉头 他惊异地发现 他的灵魂力量在间隔黑影人上海要几米距离的时候 居然便再也难以探索 留下 可还没有人够资格对本王说这种话 美杜莎女王也迅速地回过神 当下脸颊之上浮现了一抹冷笑 与之猛然一谈 一缕七彩能量匹炼 自指尖暴尸而出 最后闪电般的滑跑的虚空直射黑影 斗篷之下 木然的目光啊 瞥了眼略来的七彩匹炼 一炮无风自动 一股浓郁的灰色的烟雾 自其体内涌出 而随着这股灰色烟雾的出现 黑影人呢 周围的那些杂草 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萎 那些杂草的变化 并没逃过硝烟的目光 当下他眼瞳猛的一缩呀 此人看来极其擅长独工 灰色烟雾涌出 旋即便是将黑影人面前缭绕了 那七色匹炼 瞬间便闪略而尽 然而这股足以令寻常 窦王强者都不敢 随意接下的一击 在进入了灰色烟雾之后 却极其诡异地开始了分解 实习之内 离开深谷 否则死路一条 今天不管你走还是留 这条命本王都要定了 一声冷笑 魅杜莎回头对着硝烟与紫炎低声说道 你们离远一点 这个人满身剧毒 沾上可就麻烦了 硝烟眉头紧皱 心中念头飞转 这神秘的黑影人究竟是谁呀 拥有如此强悍的实力 不可能是在帝国中寄计无名之辈吧 可为什么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 就在笑颜沉思之时 石溪道呢 山面上的黑影眼神顿时变得森冷 他刨袖一挥 浓郁的灰色的烟雾 扑天盖地地暴涌而冲 最后直接对着山谷之中侵蚀而来 找死 美杜莎身形一动 便陡人出现在半空 宇宙一握其彩色的能量蛇剑凝显而冲 小尖一脸便化为了一道细线 直射黑影人 美杜莎的实力 在先前略接触的时候 那神秘的黑影人呢 便略微有所感应 可是他却依然没有丝毫退去 目光漠然地望着前者闪略而来的身形 袍袖猛然一动 一对异常苍白可却略显修长的手掌出现了 掌心中灰色烟雾急速地翻滚 最后迅速凝聚 眨眼的功夫深灰色便转为了灰子之色 一股异样的腥味自其中散发而出 灰子雾团涌现 灰影人的屈指一弹 雾团便悄无声息地对着美杜莎暴力而出 刺鼻的腥味从雾团当中扩散而出 美杜莎轻轻在吸进了一丝 面孔却微微一变 手中印结一变呢 七彩的能量在面前急速凝结 最后直接被其化为了一条足七八丈庞大的七彩能量巨蛇 那巨蛇巨嘴一张 便直接将那团毒物吞进了嘴中 灰子毒物已被吞噬 便瞬间爆发开来 而在双方的侵蚀之下 片割后 与那能量巨蛇同时泯灭 好烈的毒啊 美杜莎冷艳的俏脸之上也流露出了一抹凝重 使毒的人呢 他并非没有遇到过 可能够将毒物使用的如此出类拔萃的人 则是他平生第一次遇到 心头一动 一层七彩能量膜缓缓缓地似美杜莎体内渗透而出 最后呢 将身体禁束包裹 旋即身形一闪 再次出现的时候 便直接出现在山壁之上 一声冷笑 手中的蛇剑带起了凌厉的进风 直射黑影的喉咙 面对着美杜莎的狂猛的进攻 那黑影也是一栋 步伐诡异的一阵轻壳 却刚好呢 将美杜莎的那剑势闪避开去 而在闪避之时的手掌一握 灰色的雾气便在掌心凝聚 最后化成了一柄灰色的长剑 长剑之上透着一抹淡淡的腥味 显着上面也有着剧毒 双剑闪电交错 人影模糊飞略 那山壁之上碎石横飞 火花暴射之间 一道道细小的裂缝 迅速地从山壁之上蔓延开来 然而 或许是因为忌惮 黑影人剧毒的缘故 美杜莎在施展了绝大部分实力之下 居然呢 依然难以将此人拿下 此人究竟是谁 居然能够和美杜莎打得难解难分 萧炎惊诧地想到 要知道美杜莎的实力即便是当初的云山都差之一线 没想到这个黑影居然能够与之相抗衡 这个家伙好强啊 居然能和采林姐打这么久 而且她身上的味道 闻了 我头晕呐 紫炎又微皱着眉头 而言萧炎一愣使劲一嗅 却惊骇地发现 空气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一丝忌惮的异味 暂时不要再呼吸了 面色阴沉 萧炎迅速地从那戒当中取出了一枚丹药 然后塞进了紫炎的嘴中 不能让她再继续地散发毒气了 不然这山谷里边所有的生物都会被其毒死的 萧炎在心中沉淹了片刻 旋即地袍袖一挥 碧绿色的火焰 陡然之间自掌心暴涌而出 旋即一股高温迅速扩散 随着山谷之内的温度迅速攀升 空气也变得异常的干燥 而其中的那异味呢 也缓缓地消散了 紫炎呐 待在这里不要乱动啊 萧炎抬头望着天空内的战斗 眼中寒蒙一闪 回头对紫炎顶嘱了一句 背后火翼缓缓延伸而出 最后猛然一阵呢 身形陡然暴力上空 静止冲向战场 天空之上 两道黑影闪略交错 七彩能量与诡异的灰雾 时四处涌现 旋即就碰撞到了一起 双剑再次交击 火花爆射 美杜莎与黑影人刚愈后退 一道身影便陡人之间 自下方闪流而来 旋即呢 泛着炽热进风的拳头 直接对着黑影人砸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进风 并没有使黑影人有半分的慌乱 身体诡异的一扭 消炎的拳头便擦着其衣袍而过 一群无果 消炎也是闪电后退 瞬间之后便出现在了美杜莎身旁 目光略微带着一分阴沉望着面前的黑影 阁下究竟是谁 黑影轻飘飘的后飘了一段距离 斗篷之下淡漠的目光望向不远处的消炎 离开此地 这位朋友 在下消炎 在此地当年我有一位好友所寻找到的 这主人家可不是你啊 消炎 好友 跟他废话什么 这毒物虽然诡异 可是本王要杀他也并不难 梅毒莎冷声说道 消炎不为所动 微皱着眉头望着这黑影人 不知道阁下明慧 或许消炎还听说过呢 斗篷家的目光 只是静止地望着消炎的面孔 片刻之后 眼睛缓缓闭上 而其身影呢 却突然之间缓缓消沟退去 消炎皱着眉头 望着突然变得莫名其妙的黑影人 心中暗自警惕啊 在黑影人逐渐退出山谷的时候 其身形突然一顿 手让一扬 一物便飞泪而来 见状消炎脸色微变 连忙接过 定睛一看呢 竟然是一个玉瓶 你二人实力强横 或许不惧毒物 可下方的小女孩 确实不行 这是解药 能解其体内之毒 文言消炎一愣 与美杜莎对视了眼 隔空将玉瓶吸力而来 可却不敢用手去触摸 此地竟然是你与你朋友所寻 那么便还给你吧 惊愕地望着这就离开的黑影人 消炎有些愕然 眉头紧皱 眼盲闪烁了片刻 都忽然冲着即将消失的黑色影子 大喊道 小玉仙 是你吗 消炎的喝声 如雷鸣一般 在这山轮轰然响彻 而那即将消失的黑影 也在此刻略微停顿 消炎忘了那身影 心中的猜测 更直接被其肯定 没有想到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能在这里见到他 只不过为什么现在的他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呢 难道他那所谓的恶难毒体 已经彻底的爆发了吗 心中念头翻滚 消炎想也不想 背后火焰猛然一震 身形便直接对着那道黑影暴流而去 似乎感觉到消炎的举动 那道黑影细微的一颤 却没有回头 浓郁的灰色雾气 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旋即 再到细微的闷想当中 灰雾爆开 而其身影 则是诡异的 凭空消失了 消炎的身形划过天际 而当他去追赶过来的时候 他早已经消失的丝毫踪迹不见 这个家伙 为什么不肯见我呀 怎么 你认识刚才那个人吗 如果猜测不假的话 那应该是我多年前的一个朋友 只不过 是吗 这个人呢 一身读工鬼莫测 不够先前和他交手 似乎他精神波动很大 时而清醒 时而迷茫 他不见你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消炎紧绷的脸庞 有些不甘心的四处寻找了一圈 算了吧 他已经走了 此言还在山谷里边呢 文言消炎只得点了点头 转过身 迟一一会儿 又转过头 望着那茫茫领海 突然沉声说道 小一线 我不知道这些年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我当年便说过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消炎依然视你为朋友 这个承诺即便如今 也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啊 消炎的声音在斗气的夹杂之下 在这山脉滚滚翻腾 可是 这声音落下 却没有丝毫的反应 消炎苦笑一声 只得转身和美杜莎 对着山谷之中飞略而去 一处怪石林立的山峰之上 一道黑影缓缓地望着转身的身影 苍白的手掌 紧紧地抓住了一旁的巨石 而随着其手掌的抓握 只见那巨石突然冒出了 阵阵白雾 吱吱的声响不绝于耳 目送着消炎回到山谷 黑影这才缓缓松开了手掌 消炎 斗篷之下传出了一道 带着久远回忆的清脆的女子的声音 这一声音和先前的难听的 嘶哑的声音是截然不同啊 显然他是为了隐瞒身份 没有想到会再次遇到你 我每年都会来这里待半个月 但是既然你已经出现了 那以后我也就不会再来了 苍白的手掌缓缓地掀开了斗篷 这张脸颊呢 依然有了一些当年的轮廓 但却失去了当年的暖人心肺的柔和的笑容 以及空灵的气质 多出来的是那成灰紫两色的眼眸 看上去腰衣当中透着丝丝的冷漠无情 此刻这张在出云帝国被视为死神之脸的脸颊之上 却隐隐地勤着一丝灰与苦涩 别怪我不见你 我只是想让你在我心中 永远保存着那个善良的小医仙 而并非如今这手中沾满了无数血腥的毒女啊 这是没有料到 当年所说之话如今已进程现实 希望我们日后不要再碰见 我的命运便是如此 在恶难中生 在恶难中终结呀 当年的回忆涌上了脑海 令他那已经保持了几年时间冷漠的脸颊 缓缓地扬上了一抹温柔的笑容 笑容如昙花 持续一瞬便消散 他缓缓闭上眼眸片刻再度睁开 眼周再度恢复了先前的漠然 目光最后一次看向山谷旋即带上了斗篷 不再有所留恋 身形化为了一片灰色的烟雾 悄然消散了 小山谷当中 待萧阳二人回来的时候 却看到了小脸蛋变得有些紫红的紫颜 当下两个人都是一急啊 没有想到那小一仙的毒物竟然如此恐怖 紫颜虽然脸色紫红 可似乎神识啊 依然清晰 看到两个人回来也连忙迎了上来 但是听其呼吸啊 明显的比以往粗重了许多 抓住紫颜的手臂 消炎一丝斗气探进其体内 寻了一圈呢 便没有寻到丝毫斗气的痕迹 当下脸色微沉 怎么样啊 找不到不对劲的地方啊 看来那毒气隐藏了极深 就是不知道毒性如何 那家伙一身毒性 连我都有些忌惮 更何况这紫颜呢 哎呀 现在可怎么办呢 美杜莎的脸色也难看了 萧严瑞迟疑手掌一番 先前那被小一仙抛过来的玉瓶便出现在手中 而健壮一旁的美杜莎却眉头紧皱 怎么 你想拥有他给的东西吗 谁知道这种诡异之人是否真的是给的解药 万一出了意外 害了紫颜谁来负责 看到他这副护毒的模样 萧严无奈的摇了摇头 虽然说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我相信他不会骗我的 而且若是不使用这个 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中毒之事可